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当初困难时期 巴基斯坦人民是抗着美帝和莫迪老二 带领一众穷哥们 硬生生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 中八国旗 如今我们生活好了 投桃报李 给人家修修铁路 修修港口 技术扶贫啥的 也都是提中应有之意 不过说来也奇怪 巴基斯坦这弹玩小国 这么多年 钱没挣多少 大哥却是越认越多 以至于一众盟国中啊 关系真正铁的 我们国家还只能排第二 沙特才是巴铁清歌 这清歌也不是浪得虚名 当初巴基斯坦搞核弹 沙特国王大手一挥 支援了五万多桶原油 印巴战争时 也是公开为印巴分制发声 暗地里又是提供贷款 又是物资援助 就连最近沙特王储上任 选飞都还没开始 就着急忙慌地飞往巴基斯坦首都 借口访问 卡卡又是投资了200亿美元 沙特王储访问巴基斯坦 国与国之间交往向来势力自当先 沙特对巴基斯坦的这份热切 相信大部分国人都无法理解 甚至有人怀疑 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和巴基斯坦关系太好 沙特看不过眼 所以刻意用金钱收买呢 一 有血缘关系的好哥们真不用极度和怀疑 沙特与巴铁这一对 毕竟人家和咱们不同 是真有血缘关系 可能很多人就要问了 沙特在西亚 巴基斯坦在南亚 地图上隔了个波斯湾 又隔了个伊朗 巴根子打不着的关系 怎么还有血缘亲情呢 沙特与巴基斯坦相对位置 答案很简单 宗教信仰 沙特不用说 作为阿拉伯世界几个宗主国之一 伊斯兰教是国教 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而巴基斯坦呢 恰好就是伊斯兰教散落海外的遗珠之一 伊斯兰教的传播路途 基本上是沿着阿拉伯半岛 中亚 南亚 这样一个逐渐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 伊斯兰教的传播你会发现 沙特和伊朗歧视关系也很好 这也是同教同宗的关系 但是 沙特对巴基斯坦的格外青睐 还是要远超其他伊斯兰世界同胞的 根本原因就是伊斯兰教传播到南亚之后 在印度受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 印度作为宗教万博源 伊斯兰教徒自然也存在 但比起在别的国家受到的优待 印度的穆斯林 日子实在称不上好过 他的组成都是低种性偏多 印度穆斯林 而在国内占大头的印度教 就是划分了诸如婆罗门和守陀罗这些社会阶层的教派 他的教旨和伊斯兰教古兰经所宣扬的教旨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就引发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宗教圣战 在历史上 印度教曾多次对国内的伊斯兰教徒进行清洗 虽然近代以来随着印度政教分离 宗教冲突有所和缓 但印度高中心对伊斯兰教徒依旧很不待见 比如莫迪老先上任后 就曾颁布过一项极其离谱的法令 拒绝为国内一千多万名穆斯林注册公民身份 称他们为入侵者 莫迪类似的打压不胜美举 于是印度国内一部分伊斯兰教徒就不干了 早早独立出去 成立了一个穆斯林当家做主的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巴基斯坦 是的 你没听错 巴基斯坦的由来本质上就是一群在印度的穆斯林教徒 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 巴基斯坦不仅国企上有标志性的新月形图案 他们的货币上印的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父 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头像 巴基斯坦国企与货币这也就解释了 为啥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比我们还亲近的原因 你别看我们巴铁巴铁教的欢 其实咱亚根就无法插手他们伊斯兰世界的内部事物 真正出了问题 巴基斯坦还得找伊斯兰教老大沙特 这关系类比 就好像唐僧平常倚仗孙悟空中国 但真遇到生死攸关的大事 人家还是得回西天找如来佛一样 宗教上的渊源才是二者关系匪浅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 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 还常常能做到优劣式互补 沙特和巴基斯坦二沙特 有钱但不经打敌狗大户 前面提到的宗教因素是两国结缘的开始 但真正发展到如今密里条油的关系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双方各有各的现实需求 沙特众所周知 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有名的狗大户 长期保持世界最高石油产量 同时拥有石油第二高储量 仅次于韦瑞瑞拉 沙特首都利亚德 石油对现代国家的发展重要性不必多提 人家美国那么强大 还得为了这液体黄金满世界的派战斗机 就比如两次海湾战争 说是反恐 其实还不是禅人家伊拉克石油了吗 但就是这么珍贵的石油资源 对沙特来说 却是和大白菜一样廉价的东西 人家每天躺在床上睡觉 就有数以百万吨计的原油 不断从油井里冒出来 人比人得气死人 沙特的王室为啥被称作毫无人性 因为人家生下来的任务 就是想着怎么把手里的钱给花完 沙特深迷的王室 就说现任王储穆罕默德吧 刚上任的时候也是锐意改革 推出所谓2030愿景 想整治一下日益严重的贪腐问题 但是 在几场无法追查无果的恐怖袭击后 人家立马就乖乖躺平了 绝口不提政治改革 国内矛盾能用钱解决的 绝对不会假接他法 老百姓幸福指数不高 给钱底层职业没人干 给钱王储争权 给钱五千多名王子咱都养着 继承也采用兄中弟及这一奇葩模式 理论上只要你活得够久 总有当上国王的那一天 沙特数量众多的王室成员 尽管这一切在其他民主国家看来 是要多离谱有多离谱 但在沙特这个寸土寸金的国度 还真就给他这一套玩了许多年 不过呢 沙特这诸事都用金钱来解决的做法 也不是没有弊端 那就是营养辣枪头 比起他那些武德充沛的穷邻居 沙特可以说完全不会打架 你就比如2017年的野门胡塞危机吧 野门不过一个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三千万的小国 那是把全美系的沙特雇佣兵打地熬熬叫 那些装备不是被俘获资了敌 就是被自己人神不知鬼不觉的贪污了 野门胡塞危机 另一方面沙特不惊打 也不完全是自己的原因 中东这块地界 古往今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明面上的战争 暗地里都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所以当个富家翁还可以 如果有发展军事的野心 伊拉克就是前撤之剑 可能有人好奇 那沙特如此弱 又是如何在战争频发的海湾地区 维护自己的统治基础的呢 这就要提到他的好哥们巴基斯坦了 海湾战争 三 巴基斯坦穷 但很能打巴基斯坦这个国家 可以说天生就是给狗大呼当保镖的命 为什么这么说 一方面巴基斯坦由于建国只有短短几十年 经济上比较落后 国内能源油脂电力缺乏 常要借助大国力量解决国内问题 建国之初 他就实行一边倒政策投靠美国 后来又投靠沙特和中国 可以说给人当小弟 他是专业的 当然给人当小弟也要有相应的实力 人家才会对你另眼相看 否则只能把你当乞丐 所以这就不提巴基斯坦在军事上的建树 首先巴基斯坦是全球为数不多的 有核国家之一 1947年克什米尔问题失利后 巴当局就决定咬紧牙关研制核武器 巴基斯坦战术导弹 他的想法也很简单 我不需要比那些超级大国能打 但我必须要打得过印度和周边国家 否则独立就只是写在合约纸上的幻想 巴基斯坦不仅有约莫165枚的核弹头 还有常备陆军52万人之多 虽然装备不如印度 但战斗意志和战术素养也是秒杀一众邻居 毕竟是能在三次印巴战争 和两次普什托尼斯危机中存活下来的猛人 强敌环四 反而使得巴基斯坦民众尚武 战斗果敢而坚毅 巴基斯坦军队但他能打是真 没钱也是真 在和有钱弹若不禁风的沙特结交后 那真是株联闭合 双方立马就在多领域展开了优势互补 沙特是接受巴基斯坦雇佣兵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在军事上帮助沙特最多的国家 69年的时候 巴方就曾出兵 为沙特镇压胡塞恐怖分子提供援助 70年代 巴基斯坦又派出了14000多名陆军 在沙特地区进行了维稳和治乱的工作 当然 这次是沙特主动邀请的 巴基斯坦进行核弹研发期间 两国也是立即展开了军事上的合作 可以说八方的核威慑 对沙特的邻国是同样有效力的 巴基斯坦陆军进入迁徙年来 沙特与巴基斯坦的联合军演次数也明显增多 除了军事技术上的交流 更多是为了对付双方同样头疼的反恐问题 而作为回报 沙特雇佣了数以万计的巴基斯坦劳工 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 对于来沙投资的巴基斯坦商人 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 同时和中国一样 也是派遣专业人才 为巴基斯坦大搞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 不间断地进行技术扶贫 在政府层面 自八十年代开始 沙特几乎每年都要给巴政府送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大单 近些年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化 在能源领域 常见百亿级的项目投资 沙特与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金砖峰会综上所述 巴沙两国在经济资源军事力量等方面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这便是两国能够关系如此亲密的重要原因 那么巴基斯坦和沙特之间的亲密关系 对我国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四对我国利大于弊先说结论 巴基斯坦和沙特交好 从长远来看 对我国绝对是好处大于坏处的 所谓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 其实中巴沙三国之间 有着诸多相似的利益诉求 就比如在南亚这块 大家共同的敌人都是印度这颗老鼠屎 无论是中印边界冲突 印巴冲突 本质上都是印度野心太大 而沙特对巴基斯坦的资助 使得我们在边境有了一个更强大的束手 中印边境冲突 其次三者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合作 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东边的日本和美国肯定和我们尿不到一起 所以在西边 就要和这些伊斯兰国家建立良好外交 否则真打起仗 我们还要防范父辈受敌的问题 经济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与巴基斯坦向来有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 2013年 中巴合作开发瓜达尔港 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 无疑是我国西部开发的重要举措 也是一带一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伟大实施 在线中的瓜达尔港 巴沙之间的友好关系 对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 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可以使中巴经济的合作范围不止局限于南亚 而延伸扩展至海湾地区 长久以来 由于西方对原油国家的恐吓和封锁 使得我国进口石油要补贴大量关税 和接受许多不公平的贸易条款 而通过与巴基斯坦和沙特的进一步外交 就有望能绕过西方国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